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164集 可是 现在小霞来了 可是 纵使他来了 并且此刻他就在少平的怀抱里 而那个使少平痛苦的癥结 就随之消失了吗 没有 此时 在少平内心汹涌澎湃的热浪下面 不时有冰凉的潜流 团团流过 但是 无论如何 眼下也许不应该和小霞谈论这种事 这一片刻的温暖 对少平是多么宝贵 他要全身心地沉浸于其中 现在 他们一个拉着一个的手 透过树林的空隙静静地望着对面的矿区 此刻 正是两个班交接工作的时候 向火线上的部队在换房 上井的工人走出区队办公大楼 下井的工人正从四面八方的黑户区走向井口 孙少平手指着对面 从东到西依次给小霞介绍矿区的情况 后来 他指着矿医院上面的一个小山湾 声音低沉地说 那里是一块坟地 埋的全是井下阴公亡固的矿工 小霞长久地望着那山湾 他看见 山湾里坟堆连着坟堆 坟堆前都立着墓碑 有几座新坟 生土在阳光下白的刺眼 上面飘跃着隐魂帆 残破不全的纸条 你 对自己有什么打算呢 他小声问 我准备一辈子就在这里干下去 除此之外 还能怎样 这是理想 还是对命运的认同 我没有考虑那么多 我面对的只是我的现实 无论你怎样想入非非 但你每天都要钻入地下去挖煤 这就是我的现实 一个人的命运 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了的 至于所谓理想 我认为这不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 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 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 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 当然 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受苦 我也感到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了 但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 再说 千百万人都这样沉重 你一旦成为这个沉重世界里的一员 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 咱们国家的煤炭开采技术是太落后了 如果你不嫌麻烦 我是否可以卖弄一下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你说 据我所知 我们国家全员功效平均只出0.9吨煤左右 而苏联英国是2吨多 西德和波兰是3吨多 美国8吨多 澳大利亚是10吨多 同样是开采露天矿 我国全员效率也不到2吨 而国外高达50吨 甚至100吨 在西德卢尔矿区 那里的矿井生产都用电子计算机控制 人就是这样 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就对他的工作环境不仅关心 而且是带着一种感情在关心 正如你关心你们的报纸一样 我也关心我们的煤矿 我盼望我们的矿井 用先进的工艺和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 但是 这一切首先需要有技术水平的人来实现 有了先进设备 可矿工大部分连字也不识 狗屁都不顶 对不起 我说了句矿工的粗话 至于我自己 虽然高中毕业 可咱们那时没学什么 因此 我想有机会去报考局里办的煤炭技术学校 上这个学校对我是切实可行的 我准备在一两年中 一边下井干活 一边开始重学数理化 一边将来参加考试 这也许不是你说的那种理想 而是一个实际打算 孙少平自己也没觉得 他一开口竟说了这么多 这是他自嘲地想 他的说话口才都有点像他们村的甜福堂了 小霞一直用热切的目光望着他 用那只小手紧紧握着少平的大手 还有什么实际打算 他笑着问 还有一两年后 我想在双水村 孤几孔新窑洞 那有啥必要呢 难道你像那些老干部一样 为了退休后落叶归根吗 不 不是我住 我是为父亲做这件事 也许你不能理解这件事对我有多么重要 我是在那里长大的 贫困和屈辱给我内心留下的创伤太深重了 摇动的好坏 这是农村中贫富的首要标志 它直接关系一个人的生活尊严 你并不知道 我第一次带你去我们家吃饭的时候 心里有多么自卑和难受 而这主要是因为我那个破烂不堪的家所引起的 在农村孤几孔新窑洞 在你们这样家庭出身的人看来 这并没有什么 但对我来说 这却是实现一个梦想 创造一个历史 建立一座纪念碑 这里面包含着哲学 心理学 人生观 也具有我能体会到的那种激动人心的诗情 当我的巴特农神庙建立起来的时候 我从这遥远的地方 也能感受到它的辉煌 瞧吧 我父亲在双水村这个乱纷纷的共和国里 将会是怎样一副自豪体面的神态 是的 我二十年来目睹了父亲在村中活得如何屈辱 我七八岁时就为此而伤心地偷偷哭过 爸爸和他的祖宗一样 穷了一辈子而没光彩地站到过人面前 如今他老了 更没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现在 我已经有能力至少让父亲活得体面 我要让他挺着胸脯站到双水村众人的面前 我甚至要让他晚年活得像旧社会的地主一样 穿一件黑段棉袄 拿一根玛瑙嘴的长烟袋 在双水村的闲话中心大声地说着闲话 唾沫星子见别人一脸 孙少平狂放地说着 脸上泪流满面 却仰起头大笑了 小霞一把搂住他的脖子 脸深深地埋进他的怀里 亲爱的人 小霞完全能理解他 并且更深地热爱他了 你还记得我们那个约会吗 好久 小霞才仰起脸来 撩了撩额前的头发 转了话题 什么约会 少平愣住了 明年 夏天 古塔山 杜梨树下 哦 少平立刻记起了一年前 那个浪漫的约会 其实 他一直没有忘记 怎么可能忘记呢 不过 在这之前 他不能想象 未来的那次相会 对他意味着什么 但无论意味着什么 他都不会失约 那是他青春的证明 他曾年轻过 爱过 并且那么幸福 只要我活着 我就会准时在那地方等你 为什么不是活着 我们不仅活着 而且会活得更幸福 反正像当初约好的 咱们不一块相跟着回黄园 而是同一个时刻 猛然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想起那非凡的一刻 我常激动地浑身发抖 他们在这里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 但两个人觉得只有短短一瞬间 之后 少平带着小霞去后山卯的小树林中转了一圈 他摘了一朵金灿灿的野花 插在小霞并角的头发里 小霞拿出小眼镜照了照 说 我和你在一块 才感到自己更像个女人 你本来就是女人嘛 可和我一块的男人 都说我不像个女人 我知道 这是因为我的性格 可是 他们并不知道 当他们自己像个女人的时候 我只能把自己变成他们的大哥 孙少平笑了 他很满意小霞这个表白 你愿不愿意 到一个矿工家里吃一顿饭 少平问他 当然愿意 小霞高兴地说 咱们干脆 一起到我师父家去吃晚饭 他们是一家很好的人 少平接着 给小霞讲了王世财一家人 怎样关照他的种种情况 那你一定带我去 小霞急切地说 少平十分想让王世财 和慧英嫂见见小霞 真的 男人常常有那么一点虚荣心 想把自己漂亮的女朋友 带到某个熟人面前夸耀一下 少平当然不敢把小霞 带到安索子这些人的面前 但应该让师父两口子 和小霞见见面 同时 他也想让小霞知道 在这偏僻而艰苦的矿区 有着多么温暖的家庭 和美好的人情 这样 下午五点钟左右 他们就从南山转下来 过了黑水河 通过坑木场 上了火车道旁边的小坡 走进王世财的小院落 师父一家三口人 高兴而忙乱地接待了他们 他们翻箱倒柜 把所有的好吃好喝 都拿出来款待他俩 尽管少平说得含含糊糊 但师父和慧英 马上明白了 这个漂亮姑娘 是少平的什么人 听说小霞是省报的记者后 他们大为惊讶 不是惊讶小霞是记者 而是惊讶漂亮的女记者 怎么能看上 他们这个滔叹的徒弟呢 直到吃完饭 他们热情地 把少平和小霞 送出门口的时候 这种惊讶的神色 还挂在他们脸上 他们的惊讶毫不奇怪 即使大崖湾的矿长知道 省上有个女记者 爱上了他们的挖煤工人 也会惊讶的 这惊讶倒不是 出于世俗的偏见 而是这种事 向来就很少 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 当少平引着小霞 下了师傅家外面的小土坡 走到铁路上的时候 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 再过一个多小时 少平就要带着小霞下井 少平的心情 不免有点紧张 小霞第一次 到一个危险地方 少平生怕出个差错 好在王世财也知道了小霞要下井 说他一会儿亲自领着他们去 现在 小霞和少平在黑暗中 踏着铁轨的枕木 肩并肩相跟着 向矿部那里走去 远处 灯火组成了一个烂漫的世界 夜晚的矿区看起来无比壮丽 小霞挽着少平的胳膊 依偎着他 激动地望着这个陌生的天地 出下温暖的夜风 轻轻吹拂着这对幸福的青年 在黑湖区的某个地方 传来轻柔的小提琴声 旋律竟是如歌的行板 这里啊 并不是想象中的一片荒凉和粗忙 在这远离都市的黑色世界里 到处慢流着生活的温馨 小霞依偎着少平 嘴里不由轻声哼起了 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孩子们中的那支插曲 少平雄浑的南中音加入了进来 使那浪花飞溅的溪流 变成了波涛起伏的大河 唱吧 多好的夜晚 即便没有月亮 心中也是一片皎洁 当他们忘情地在铁路上走出一段后 猛然在旁边的山崖下 窜出一条黑影 竟只堵在了他们面前 他们不由紧张地站住了 少平从轮廓上看出 这是他的师兄安锁子 这头变态的公牛要干什么 他是否发了疯 少平不由捏紧了双拳 你们吃过饭了 黑暗中果真是安锁子在说话 我听说你的女人来了 又听说你们到师父家去吃饭 我划算吃完饭天黑看不见路就 那你怎么不上师父家来 少平没有明白安锁子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 没好意思 安锁子孽如说 我是专门拿手电给你们照录的 怕天黑你们有个闪失 天哪 原来是这样 少平真想为安锁子的雷锋精神而扇他一记耳光 走吧我在前面给你们照录 安锁子殷勤地说 他说着便掉转身捏亮了手电 他们眼前即刻出现了一道多余的光亮 少平一时反应不过来他该怎么办 这家伙竟然干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不过少平感觉 这令人厌恶的举动似乎还不包含恶意 他只好和小霞在安锁子照出的道路上继续往前走 他给小霞介绍说 这是我们一个班的工人 叫安锁子 小霞介绍